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发Cas 我是老板妈妈 一年才刚开始 结果呢我们又遇到了 很令人无奈的退养事件 被退养的是一只 四个多月大的幼犬 他十二月初才被领养的 退养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家里还有另外一只六岁的成犬 然后出现了对这只幼犬的反感 跟微微攻击的行为 然后我们有请训练师介入 给予领养人一些协助跟建议啊 结果呢 建议他们就是在人不在的时候 先安亲 然后还要排出时间来学习 跟让两只狗能好好相处的知识 结果这个四十二岁的妈妈呢 就跟我们说 他要问高二的女儿 他的决定怎么样 因为当时呢 是女儿说想要养这只幼犬 所以妈妈带着他一起来领养的 他们讨论一天之后告诉我们 他们为了小狗好 决定要退养 他们是说为了小狗好 然后为了这只幼犬好 决定他们要退养 然后这个真的是很令人无奈 而且又很反感 又是一起小孩要养 然后小孩不养 然后明明妈妈是个大人嘛 却把一个生命的去留 交给小孩去决定 但其实我知道也不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也不是所有因为小孩而养狗的人都是不好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追踪幸福的这只狗狗叫广美 他们家就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跟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广美他们去他们家以后其实也过得很幸福 而且一家人甚至当起了中途家庭 今天我们就邀请去年六月来台南店领养广美的爸爸来跟我们聊聊他们领养后的故事吧 哈喽广美的爸爸 哈喽大家好 广美的爸爸我想要先问你啊 你们以前有养过狗吗 那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狗 以前其实就是养的是那种小型的宠物犬是马尔祭司 那我曾经有一度是养两只 那那两只是母女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养狗的时候也不懂得要去看一些养狗的知识 就是反正父母亲他们是怎么养的 我们就是照过去的经验 所以其实当时在养这两只马尔祭司的时候都没有去做节渣 结果后来呢 两只狗狗都是因为子宫续农 就是把人前一天都好好的 突然就觉得精神萎靡 然后到第三天就走了 两只一起吗 不是是分别 大概差了一两年 就大概是妈妈大概是十岁左右 女儿大概十二岁左右 离开了 对 那结果你们后来怎么会想领养光明 因为其实小型犬跟米克斯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怎么会想要来改领养米克斯 应该是想说那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啦 那那时候只是纯粹说啊 反正到了周末假日 小孩子必须要出去放电 不然呢你让他待在家里 其实他们也是到处搞破坏 我们也是受不了 后来就想说啊 每个礼拜想想要什么活动 那时候哎 曾经有听过公司的同事有提过 让让别哭的餐厅啦 就是啊去的时候你除了用餐之外 还可以跟猫咪或是跟狗狗一起玩 我觉得啊 我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兴趣 然后他们一听到就是说 哇有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我们去是想要去体验一下 消耗时间让小孩子 不要在周末假日的时候 不要来吵 不要来吵我们 然后想说那就去餐厅 让他们去跟这些小动物们去接触 那也让他们有初步去了解说 接触这些小动物 看他们有没有能够有一些 多爱这些小朋友的一些心情 然后我们我跟太太去之前 还一直在跟他们说 哎你们去哦 就不要再吵着要养 或养猫或养狗哦 我们就是去让你们去体验 这样子就好了 那结果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啊 我们家哥哥就跟广美的互动是不错的 然后一直跟我说啊 广美很喜欢他啊 那我就觉得说他是这样讲 可是我看广美明明就是被他们两兄弟抱来抱去 搓来搓去这样子啊 然后另外就是毕竟我 有养过两只狗狗 那其实我也觉得养狗 就是这样嘛 应该也还OK 那领养广美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啊 那就想说那如果多一只狗狗 也还不错 可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米克斯会跟一般的虫物 不一样 有这么大的差别这样子 听起来你们一家人非常的临时起义 然后也没有真的去了解说 哦其实养米克斯这个差异是很大 然后可能会给你们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那个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就觉得说啊就是这样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其实想的很单单纯 就像啊那以前那个养 马尔基斯的那个狗笼子都还留着啊 那以前马尔基斯养在家里一个区块 那也就是在那个区块 那应该就是就是这样了吧 因为那个笼子根本要放也放不下 差那么多 是所以那个后来这个观念有改变 就是准备要领养广美的时候 做电访的时候才有才有才有才去讨论 才说哦原来要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嗯那那时候你记得电访的志工跟你说一些什么吗 那个时候我我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访之后 就看了我们的那个把预计啊给他 因为我们那时候先透过LINE沟通嘛 那那个时候他就给我看 哦我们会传说啊未来可能狗狗会在什么区域 什么区域 他就说其实啊我们会希望从那种别扣出去的狗狗 是不关聋的 是要让他活动是比较大的 我就想想嗯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之前在养马尔基斯的时候 门笼子都打开 我觉得那狗狗就活动那这样应该也还好啊 对啊然后当然志工在电访过程就会跟我们 会传一些照片 我们说啊以后米克斯可能会有一些活动经历过剩 所以你会有一些家具被破坏的情况 我就说嗯没关系啊那就这样啊 就反正觉得多一个多一个成员 家里多一个成员 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而且他们那时候就很兴奋的想要领养广美啊 主要是这样 所以没有想太多 没有想太多 那结果去电访的时候呢 是沈何之关我让你了解到 嗯这个可能会对你们生活造成剧烈的影响吗 有因为其实后来实际上应该也不是电访 后来就是电访之后就来家访 那家访的时候就让我们又实际上去看了就是呃 过去其他领养者他们领养米克斯之后破坏沙发的情况啊 破坏这些情况 我是觉得说嗯如果我们已经决定要领养这只狗 那这些破坏如果要么就是想办法去避免它 要么就是说如果觉得它真的破坏了 你觉得你还有经济能力可以去修复这些东西 那它都是一个过程嘛 那家访的时候其实志工也是有跟我们很明白的讲 就是狗狗通常要到一岁半到两岁之后 个性才会比较稳定 这些破坏的情况才会大幅的降低 那我就想说那时候广美我记得才三个月多吧 我想说那那就那就反正就是两年了 就跟小朋友一样啊 反正打打闹闹过了时间过得很快 决定要领养就不错 真的就就就就就就是了 意思就是说哈 你先准备心理建设要做好 然后呢 有些东西你觉得不想 真的如果是中高价的东西 你真的该收好就是收好 那有一些大型的家具你没有办法搬 那你真的被咬坏 你就到时候就要么就去修它 要么就去换新的 那像最近我们就遇到 广美现在已经十个月了 然后前阵子就很喜欢挖我们家沙发 就挖得像一个洞一样 我就觉得你就挖吧 反正到时候就是在花一笔钱 把他东西修好就好了 那当然要要教他 就是说这样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会教 可是就是事情发生的 就现在十个月嘛 那距离他两岁还有十四个月 那就就等了 我们的想法是 所以其实就是听起来就是这个过程 你们本来一开始真的是很临时 临时起意 然后去店里玩 然后碰到广美 然后审核志工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你们多了解的一些养狗的知识 跟杨米克斯怎么会发生的事 然后帮你们做好心意准备 然后当然你们都觉得是 可以接受的 那小朋友对于领养的 广美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工作的分配啊 或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那时候是说 你们确定说是你们要领养的 我们就会跟小朋友说 你们确定要领养吗 那你们一定要帮忙啊 那那时候哥哥他就信心满满就说 一定没有问题 他愿意啊 他愿意照顾或什么 我想说啊 那个那时候广美大概五六公斤 看起来小小的 想说啊有小狗 那小朋友你们愿意帮忙 那狗狗从他幼犬开始照顾的时候 陪着我们一起长大 那应该也会比较忠心 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这样子 然后而且在这样培养过程当中 其实小朋友啊 既然你已经答应我 那其实照顾广美 你也有一份责任 那你也要爱护小动物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培养他们的一些责任心 或者是同理心 那其实我们也会跟他讲啊 到时候你们要清理他的大小便啊 遛狗这些啊 你们都要做得到哦 他们都说OKOK没有问题 那我就觉得啊 这样也不错啊 那实际上他们在做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 就会记得说 今天你答应爸爸妈妈 你们就是要对你们答应过的事情 自己要负责 你答应的事情就是要做到 那那时候哥哥也是说 他真的很喜欢广美啊 可是后来实际上 真的到家里领养了之后啊 那个哥哥是陪广美玩 是真的有玩 可是那大小便有的时候 他们就说 味道好臭啊或什么的 然后其实到最后啊 都巴尸把尿这些工作 其实都还是我跟我太太 就是跟我老婆来做比较多啦 就变成说 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 因为宠物的可爱 他们你跟他开 当下开什么条件 其实他们都是满口答应 那我是觉得 刚好有这个机会分享 会跟父母讲 你不要认为小朋友答应 就真的要把这些责任 赖给小朋友 因为其实小朋友 能够养这只小狗 是因为父母亲没有答应 那我们 对啊我们也是因为父母 承诺了 所以我们才会把这只狗 交给你们嘛 并不是因为小孩 跟我们说要啊 我觉得父母亲 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就是即使是小朋友 他们当时是 看到这个小动物 他很可爱 幼犬很可爱 他们答应了说要照顾 你当下其实 你开什么条件 他们其实都是答应的 那我觉得父母亲要知道说 最后决定领养 是父母亲你们答应 浪浪别哭这边的 其实最终做决定的既然是父母亲 你就要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小朋友反悔了 其实你自己就要扛得起来 那其实我那时候也是跟我老婆讲 我说现在他们是答应了 最后累的会是我们 那就我是觉得OK 因为其实我本身蛮喜欢小狗的啦 那我就觉得那就养吧 所以其实你有预设到 他们一定很有可能是 说到不会做到的就对 毕竟我们家两个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 我记得领养广美的时候是暑假 刚好是哥哥要生小学三年级 弟弟要生小学一年级 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会傻到 我去相信一个小三跟小一小朋友讲的话 会完全贯彻的事情 那可能自己也要去检讨了吧 那我问你你觉得 你觉得小孩子可能要到 什么时候讲话 会比较有信用一点 认为这个其实跟 自己的家庭教育 那你们家两个小朋友 对于领养广美有什么看法呢 他们那时候当然 第一个因为毕竟小朋友还小 他们还是要争取 父母的同意啦 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看 哥哥跟广美互动 哥哥就真的很喜欢广美 就像我刚刚讲 他就只是错来错去 或者什么 他就觉得说 他愿意去做所有的事情 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 OK哥哥你今天 你答应我 你愿意去做的话 我也要去看 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啊 那你今天答应我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去培养 小朋友的一个责任心 因为你给了我承诺 你就要试着学习去做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照顾狗狗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候要站在狗狗的角度 去关心他的需求 那我觉得在这种 在这种也可以去 同时去培养小朋友们 对于别人 或是在别的生物 别的生命的时候 你在看他角度 你要去培养你自己的同理心 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 就是反正就是 你的责任心跟同理心可以同时的去培养 那至于说 你这样答应我 我们就说你看在店内 你都会看到狗狗会有大小便 你们要帮忙亲的哦 然后呢 要出去遛狗 你们也都要用 我会觉得 当小朋友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现在提什么东西 他所有的东西 他都会答应 问题是 到真的你真的要去领养的时候啊 其实大家还是 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今天决定要领养的 其实 主要是父母亲 你答应 小朋友说 OK 你可以领养的 也是父母亲 你去答应 让他们别哭 说 啊 你这只狗狗交给我 我会好好的照顾 意思就是说 其实做最终决定的人 就是父母亲自己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 才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 如果小朋友他答应的事情 他真的都能够做到 我觉得说 那你 那你 那你这个 机会教育 你是成功的 那如果他 他做不到 你就要跟他讲说 你今天答应我的事情 你没有做到 你一定要想办法补回来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要是 它是一个过程吧 就是 你不能去其他 尤其像我们家小朋友 那时候我们暑假 去年的暑假 领养广美的时候 哥哥是生小学三年级 弟弟是生小学一年级 你怎么可能会去期待一个 小三跟小一的小朋友 会完全的信守他的承诺 那你自己本身 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 要知道说 其实当你答应 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草子要领养 而你答应了领养 其实做最终决定的是父母亲 对 那个责任就绝对是父母的 对 你不能说 就像刚刚前提讲 你怎么会最后说 因为高二的女儿 当然我们不要去批评这些东西 可是我会觉得 所以你要了解 今天其实该负全部责任的人 其实是一定是大人 要不然小朋友 尤其是在学的 还在学校的 他们也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你这养狗 基本上除了我们讲的时间 钱也是很重要的 这些经济的一些基础是很重要的 那你不要去其他一个 对啊如果是高二的女儿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给她的 对 所以也是冲着家长一起来 然后帮她做担保 然后提出这些 可能有经济资源 什么时间等等的 我们才会把狗狗送给她 所以当时她其实跟我们说 她讲了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问了她几次 要做的决定 然后她大概问 跟我们讲了三次 她要跟女儿讨论 她要问女儿 然后最后女儿决定怎么样 但是女儿其实都没有出面来 跟我们讲 然后但是妈妈 在每一个关卡都说 她要回去跟女儿 讨论这个是女儿要养的 可是其实我都觉得很傻 她这样是把责任推给小孩吗 我觉得 这样讲 如果妈妈 那个妈妈在收听 可能会觉得我批评 可是我会觉得 当下她说 我要让跟女儿讨论的时候 其实或许这也会是一种经验 就代表这个妈妈 她对自己 也没有办法负上完全的责任 也就是说 当她真的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她会推托给其他人 那她说我要跟女儿讨论 她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讨论 其实是个问号 那我还是讲回来 就是你是成人 因为她才才高二也大概十六十七也未成年 你怎么会把一个最后的责任推给一个 可能在心智上还多需要一些社会历练 才有办法成熟的人 让她去做最终决定 那你自己本身要去检讨这件事情才对啦 然后像我那时候在领养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就是钱的部分一定是父母亲要处理嘛 那可是这些事务性的工作 像照顾狗狗啊 然后遛狗啊 亲大小便 这些你不用赚钱 你就可以做了 那你要去做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啊 对对对 但是一定要预设说 他们不做 我们一定自己也都能处理啊 不可能有任何的 就是这个心情会去依赖小孩 他要可以做 像我们现在小朋友 我们也是开始训练 早上帮忙捞捞猫杀 然后喂喂小狗啊等等 但他不做 我们自己当然是要去做啊 也不能因为他不做 然后我们的狗跟猫就放在那边 对不对 就是让他练习 给他负责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我就想到 其实那个时候 呃自贡拉我们家做家访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哎你真的领养米克斯的时候 你一天要带他出去两次哦 一次至少要40分钟哦 然后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你一天至少就要带出去一次 要一个小时以上哦 我有时候听 我当下其实听得有点傻掉 我不知道 对啊 因为其实很花时间 对 然后我就说 哎 有这种条件哦 你们要帮忙据狗哦 跟小朋友讲 然后小朋友说 好好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遇到了一件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做这些工作的分配的时候啊 我们就说OK啊 你们可以的话 早上你们 因为我本身比较早起 我说没关系 那早上可以 爸爸可以处理 爸爸可以帮你们溜 爸爸溜 应该不是说帮你们溜 爸爸负责早上的溜 可是晚上你们 你们回来了 你们有时间了 你们要帮忙溜哦 他们都 当然小朋友还是 像刚刚讲都OK啦 然后所以后来其实广美那个时候刚回来的时候 他其实体重不到7公斤啦 所以他们其实真的会帮忙啦 这个还是要肯定一下 可能不过我讲实在的 你一个礼拜他们能够陪你出去 晚上能够愿意陪你出去个两天三天 我觉得那就还OK 我没有办法要求他们每天 那可是其实到后来广美真的 其实广美现在过了 我们领导他回来的时候不到大概不到7公斤了 6公斤多 回来半年他已经22公斤了 他们这一台暴风长大 长超凶 后来我都不晓得那个米克斯是真的都这样还是怎样 我反正我就说啊反正就要预期 你们的比较大 你们的真的有比较大 那因为他体重增加代表他力气其实也变大了很多 那主要还是大人牵会比较安全 所以后来我也会跟他们说那你们就帮忙 要帮忙清理狗狗的大小便 结果其实因为狗狗长大了之后 他们真的有大小便后 真的真的开始两个看到都跑掉了 然后甚至也是我跟我老婆在处理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说其实狗狗还小的时候 他们回到家 他们因为牙齿会痒 喜欢到处痒 所以后来咬咬的时候 小朋友被他咬痛了几次 他们就也就比较没有耐心 因为狗狗咬他们就会想要跑 就玩一玩玩一玩 狗狗还是咬啊 讲讲不听又跑开了 那其实就变得是 后来我们有重新去调整 就是我负责遛狗 老婆就负责一些广美的餐点除了饲料之外 如果有时候要补充一些什么鲜肉 或是水煮蛋这些 那就是太太去处理 那小朋友你们就去做比较简单的 你们就是他饿了或是什么 你们要固定帮我补饲料啊 然后要不天爸爸清完的 你们至少可以去帮忙铺吧 我会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丢给爸爸妈妈 因为当时你们说要养的 那可能所有的工作你们没有办法做齐全 你们还是要参与其中啦 是是是 也不要都让他们觉得好像都没他们的事 对 那你们家小朋友其实也才 小学一年级跟小学三年级嘛 对于遛狗他们真的是拉不动啦 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然后他们有没有 这个过程会不会因为小狗而受伤的 小朋友是还好 反而是老婆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广美 广美那时候还小 就像我讲他爱乱咬 他也不懂 他那时候我觉得小狗刚回来 你要他控制力道或什么 其实是有点苛刻 然后呢 人还是会这样 有时候事情一忙 然后狗狗又不听嘛 有时候会失去耐心啊 就是会有点压力会有点大 然后尤其是那时候广美 把我就是咬我太太的脚的时候 咬了一个伤口啊 也不是一个伤口 这上有点像那牙齿 因为小小狗牙齿是尖的 他画画到像画了大概三四公分长度吧 然后后来有留发痕哦 不过是画在脚背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我干嘛没事找事做 就回来 回来又要亲亲亲这些大小便啊 什么什么 那当然他就会有一些压力啊 那我我只能说啊 可是我们要想想这是 就像我们杨小孩一样 小孩子刚出生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他要哭就哭 他要大小便你就是要亲 那我也是跟老婆说啊 我们也是要等到狗狗稳定了之后 其实就会很乖啦 那这就是过程啊 然后太太当下压力大的时候 其实也是过了 过了一天两天 其实就就有比较调试啦 我是觉得 还是要 就是领养之前 其实最好做一些心理建设 然后呢 你有时间也应该要多去看一些 如果完全没有养过米克斯经验的话 你一定要去看一些 跟狗狗相关的书也好 或是现在网络上 让他们别贵 之前也会有老板爸爸 去分享一些狗狗教育的方式啊 或是要去看一些相关的书啊 因为你有正确的知识之后 你就会 知道怎么样去 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会知道怎么去引导狗狗 往正确的方向 那再来 你也不要去期待 你回家以后小朋友会看书 他这些知识 一定是要你会了之后 你跟小朋友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对广美 那他其实才会变得更好 就是你自己要会了 你不但会养狗狗 你也会教到你的小朋友 怎么样去 对待广美 才是正确的方式 那就会让他们去 这也是一种像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啊 就是当你遇到了问题 你要说 他可能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能够去找 怎样的解决的方式 然后去试试看 这样子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到问题 如果不行 就要一直去尝试 一直到说啊 狗狗真的因为这样变得比较稳定的 比较乖的 就像我们之前一开始狗狗回来以后 我们家比较特别 我们家不但没有关笼子 我们家也没有用围来 我们就让广美很自由的在我们家自己走 然后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广美就会一直想要爬到桌子上面 因为他想吃啊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No no啊 你不行啊 要乖啊 或什么的 然后发现 随着广美的身形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整个趴到桌上 我们的桌子还蛮高的 我记得这样看 应该有100到120公分高吧 然后他就会上来抢啊 那我们也会 会一开始是把他直接关在 吃饭的时候把他关在门外面 然后后来也是看书啊 你不要理他啊 然后你要用手把他推开 或是用比一个手势 告诉他不行 那其实试了几次之后 广美开始就比较稳定了 现在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会想吃 你就跟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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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给你的 那我觉得在养狗的过程 可以多跟狗狗说话 其实我相信 他们真的听得懂啊 那这样的方式也是变成说 你也要去看了这些 养狗狗的知识 你才会知道怎么去做 而不是说 我讲几遍都没听啊 这狗有够难教啊 干嘛养狗 就萌生推 我觉得那是不对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知识不足 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去 伤害小狗 你要去教他 而且说真的 现在网络很好用 不像是可能20年前 30年前 没有网络这种东西 然后找不到资料 就是你可能真的遇到问题 你只能自己解决 现在是一个关键字打下去 就是会有各种的影片啊 文章啊 出来 像爸爸这边就 其实我记得你好像很少来 跟我们讲这些行为问题啦 所以其实爸爸就是很善用网络啊 就打的关键字 自己找的方法 然后其实找到正向教育的那一边 然后自己慢慢尝试 其实也都还算是蛮有成效的嘛 有 我觉得有 而且其实 就像老板娘讲的 就是现在其实 资源真的很多 那有关育狗的书也很多 那其实图书馆的资源很好用 对 其实就 像其实我后来 其实我们领养后都会加入 Lana Family的群组 那我记得老板爸爸 那时候也有去分享说 其实你养 米克斯的狗狗 你可以去看哪些书 那公司他开出来的书单 有一半以上我已经看过了 那我意思只是说 就像说我们现在 其实在网络上的知识 也会有人去分享说 哪些书是不错的 或是哪一个作家讲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 朋友还跟我推荐 带根基的书 就是也是跟育狗有关的 其实我们去看了以后 就会开始了解 怎么样去解读 狗狗的一些行为啦 然后就会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了 对 然后当然基本概念 不代表我们 问题是我们不是 专业的训练家 但你至少会比较了解他 所以我们才会说 那我就 他这种行为可能是怎样 那我们就试着看 这样做会不会去改善他 我觉得这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会 也是培养小朋友 就是我们正遇到问题 你要假设 为什么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要怎么样 去做哪些方式 去解决他 我觉得这其实 对小朋友来讲 也会是一种训练 那当然 就很重要 对 而且当然就是说 每次他们放学回来 都会想要跟广美玩 或是要做什么玩 我都会跟他们说 你们要玩都没有关系 可是爸爸对你们要求 只有一件事情 你们就先把你们 该做的事情先做好 再做你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们这样的话 各个方方面面 才能够去照顾到 在这个当中 也是让他们去学习说 你要怎么去安排 整个事情的先后顺序 还有就是说 你在做的时候 时间的效率 我觉得这个其实 是我们在养狗之前 没有想太多 可是在养狗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 你学校科业也要顾 有时候甚至还要去补习 然后你又跟狗狗玩 你还要去负责狗狗的 这些遛狗或什么 你时间分配就要做好 我觉得是这样 反而为了养狗这件事 让你们家有个契机 是遇到了这些 市场上的问题 你们一起去查 一起去尝试解决的方法 然后还有狗狗 小孩想跟狗狗玩 然后一起要学会 做好更好的时间分配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这样 其实就是 你不管是亲子之间啊 或是父亲之间 其实你就会多一些 话题啊 嗯交集 对对对 然后一起共同去完成一些事情 这样子 没错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嗯 听起来蛮 就是让你们生活 可是就是更丰富啊 那 听起来就是 呃你们后来开始中途 是不是因为对于广美 这个磨合期已经过 觉得比较上手 所以才会开始中途呢 是什么契机你们 因为你们本来从一窍不通 然后没有概念就是 随性的养一只狗 然后到现在开始中途 也好几只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啊 我 我觉得喔 有时候就是 嗯 这个讲起来可能有点夸张 可是我觉得 广美之后 其实让我们在心态上 有一些改变吧 就觉得说啊 其实我们 当我们对于狗狗的耐心 或是养狗的知识 有增加了之后 就觉得啊 狗狗其实这些都是过程都会 啊那我们也知道怎么去解决它 那另外一个话 是比较特别的 是因为其实我们 呃 周末的时候会带广美去 台南的林末良公园去 去跑一跑 那去那个地方都有狗具啦 那而且当时我们在领养 广美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开始是 那个 柯南那边 柯南那边就是流浪 他们协会 流浪中点 流浪中点 流浪中点协会 他们他们那边的狗狗也会带去呀 那我们就会就会在那边一起 因为其实我觉得狗狗社交很重要 所以我们尽量会让狗狗去做社交 那他们有时候就会去带 他们救援来的小狗 可能才一个月多或两个月 哦我们那两个小男生 又很疯狂 又来了 又来了 就哦他们有时候去的时候 啊好可爱 然后就 明明人家协会带狗去 是要让他们去做社会啊 狗 他们就会从头抱到尾啊 嗯 就抱着狗不让他不放 我就哇你们 有时候有时候看一下 你们又喜欢 要不要带回去养啊 要不要照顾啊 下礼拜 因为我们基本上一个礼拜去一次 就想说啊 那就是一个礼拜又会带回来啊 然后后来讲讲讲讲 就说好了 你们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就就带看看啊 这样子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 后来带回来种的第一只就是 最近回家的白豆啊 嗯 对啊 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啊 每次去狗剧 小时候看到小子的 他们都都有点疯狂啊 那一次两次我们都觉得 哦 带回去你们要小狗回来 人家不要伤害小狗 或什么都会想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你们真的那么喜欢 那广美也比较稳定了 因为我们都了解 广美已经过了回家适应期的那一段时间 就是在家 他的一些生活规律 跟我们已经慢慢的比较同调了 那我们就觉得 那再多一只狗 反正如果有问题 就忍一个礼拜 因为下礼拜回来 就把它还给协会啊 也是一个很随 也是一个很随性的开始 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像本来的 这真的是水 因为我们觉得说 有些东西你一直计划 就想太多了 那你或许会去想到一些 根本不会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人生 不用那么辛苦啦 就是说啊 反正你真的想要 那就带回来看看啊 不适合就等一个礼拜 你就还给协会 也没什么损失啊 我觉得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开始了 嗯 结果你们意外的 也中途了好几只 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后来发现 而且你们甚至 后来想要把白豆收编 对啊 因为 这个我就会去讲到 中途 中途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要忍住啊 因为你会觉得 狗狗会跟我们产生感情啊 因为毕竟他来 因为其实我记得白豆 后来其实实际上 来到我们家 三个礼拜吧 我还都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中途的 10月31号 那天也是礼拜天 我记得 然后就把白豆带回来了 然后呢 养了三个礼拜 11月21 我们就接下来协会说 啊他 他那个 那个台能店有位置空出来 要去等家了 哇 我们就会觉得说 哇 三个礼拜 他已经开始习惯了 这些生活或什么 他这样去 好可怜哦 他已经都要把我们当成 像爸爸妈妈一样了 结果他马上去 会不会说 啊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我啊 然后我们那时候觉得白豆 因为白豆那时候还小 幼犬毕竟是可爱的啦 然后就说 那这样去好可怜哦 或什么 我说不行 然后还是要 到了还是去啊 那太太就很舍不得 因为其实太太真的很喜欢白豆 然后我就说 那时候我甚至跟我太太讲说 那你就考虑清楚啊 你看我们现在 忙广美或什么 我就跟他讲 很清楚 就说你叫我一次遛两只狗 我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广美跟白豆 那时候年纪有差 广美那时候其实力气已经蛮大的 我一个人遛两只狗 我其实拉会手忙脚 而且会危险 是 对那我就说 那你就要安排出时间 我可以遛广美 你要遛白豆 那我其实我太太想想 她时间 因为毕竟我太太要照顾两个小孩子 然后发现她时间上 其实是没有办法配合的 我就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协会的压一压 也是跟我讲 哦你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你们有时间有这种想法 我就把你们家门撬开 我就把白豆带走 哈哈哈哈 类似这样 因为他们每一个中途 最后都收编 他们永远都没有足够的中途 对 然后我就要跟 我就要跟我 后来我 后来我们两个 就是我跟我太太 就去讨论一件事情 我就说 我们要相信说 我们今天中途 只是他的这个狗狗的一个 生命的过程当中的 就是我们有给他爱 给他照顾 让他了解人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要相信 他未来真的找到自己的亲人 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会过得比我们现在更幸福 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要这样想才不会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自己的整个 照顾广美 我们的已经 生活已经是满的了 如果我们真的在顾第二支 其实生活品质 可能没有办法顾到 所以我就觉得 本来你们超强的 你们是六支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不知道六支 就很轻啊 可是其实我觉得 你们比较累 因为你们有两个儿子 我觉得两个男生 加起来感觉很恐怖 这个 这个 其实狗还蛮乖的啊 可是 还比较恐怖吧 因为第一个 你还是家里的空间 你还是要顾到家人的 我觉得养广美 已经让他们 已经有点shock 你是说因为他 黄美很大支 对 就大支 然后 大支就已经有点shock了 可是因为毕竟 我觉得我们家人也是 感谢我们家人的 就是也是体验 因为我 我有跟父亲 母亲一起住嘛 他们就觉得说 还是就这样 那如果我们 真的在收编第二支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可是你们那时候 真的很危险 因为白豆又好死不死的 送了很久 虽然他很可爱 但他又送了很久 然后这一个 整个过程 你们看到他 在等家的过程 就一直很想要收编他 我们也是一直 跟你们踩刹车啊 想说 哇你们这样子 真的忙不过来啦 就是小孩子 然后广美 然后还要中途 其实这个也是 这个其实也是 白豆自己 因为后来 其实他在 谭人店等家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去看白豆 我们就回去 就是带广美回娘家 顺便去看白豆 后来发现 白豆好像 当下不记得我们 还好他不认识你 他就觉得 好像当下 他不记得我们 然后那种 我们的 那个失落的心情 顿时就 好很多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那时候 很黏你们 然后看到你们 哭哭啼啼 如果他看到我们 那个哭哭啼啼 我看 可能就咬牙 就下去了 对对对 那 那其实后来也是 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 我们去感谢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段经历 不管人事物或是小动物 都是一样的 那我就觉得 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比较坚定说 我们做中途 狗狗不一定会记得我们 那可是我们觉得说 有付出这些 我们觉得 尤其讲实在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 其实中途是以小狗幼犬为主 我们家 那我们会喜欢中途幼犬 因为毕竟幼犬 我就跟 我太太讲说 因为狗狗把他最可爱的 那一段时光是给我们的 这样子 那第二个 你的个心态跟我以前一样 我就是觉得 当中途很好 我可以有 永远都有小狗可以包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毕竟我们养广美的时候 广美来我们家 也是大概三个月多 那所以其实我们 给小狗狗的那种 就是应该要有的 这些工具 胸碑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 然后就觉得说 其实幼犬相对成犬来讲 比较容易送 也就是说 他待在我们的中途 其实也不会太久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 另外一个是 其实广美对于这些 新进的狗狗们 他其实是比较友善的 就是他好像有时候都会向姐姐 照顾他 照顾这些小狗 那我就觉得 所以你如果带大狗回去 不一定 但小狗的话通常 广美又是女生 对 他就真的真的比较照顾 然后对啊 像我们家最近 也是在中途一只狗狗 有时候都会 都在观察广美 就是对不同狗狗 广美到底 是不是真的那么有耐心 性别有没有差别 我们也是在看 因为毕竟广美 广美是我们的狗狗 我们还是要 随时去观察一下 他的 肌肉 应该这样讲 没错 像我们虽然中途那么多只 但是说真的 我还是 我觉得后来 我还是觉得要分 这是不一样 因为你不能因为中途 然后去忽略掉 你自己的小孩 应该还是要以 我们自己收编 然后 得这个小孩为 正式主要的 对 那这个 然后不要让他们觉得 太被抢到更多资源 然后关爱 要不然其实长久 如果你中途时间久了下来 他会心理不平衡 对 这个我要先用 过来的人角度跟人说 像我们斑斑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 很长期的在中途嘛 哦 然后以前可能就小狗可爱 然后很疼他 然后怎样 其实长久 下来 一个时间累积下来 斑斑其实变得不喜欢其他狗 要不然他以前是亲狗的 哦 所以我们 我们都 我们也都是尽量去 秉持这个观念 所以就变成说 有什么东西 一定是广美先吃 然后呢 要抱小狗之前 一定要先去 很夸张的去抱广美 哦 赞美 然后 爸爸好爱你哦 然后亲亲他 或什么的 才去照顾 才去照顾其他的狗狗啦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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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中途的狗狗就 广美对中途的狗狗很凶 其实你中途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啦 对啊 对啊 而且对你在中途的狗来说也不好啦 对啊 就是他 从小就 会怕大狗 这样子也不好 可能会被他吓到 然后最近就比较好笑 因为我们最近中途的狗狗 大概快两个月的 快两个月大小 来我们家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狗狗就稍微 因为广美毕竟现在还是很爱玩的年纪啊 然后 那有时候就会去 喝杯喝杯 就是有点像轻轻的咬他 然后我就 对含他 然后我觉得我们家那只小狗 哎个性蛮大的哦 女生哦 然后我会 你知道他被吓到 他一定要咬回去就对了 我有时候看狗狗相处也是 觉得蛮好玩的啦 那 对啊 很有趣 对就是随时 可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随时去注意说 哎 广美对于我们每次都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家这只狗狗是第四只了 嗯 然后前面都蛮好玩的 哇已经美肌四只了 对前面蛮好玩的 白豆之后 之后是五香 不过五香 然后五香也回家了嘛 然后五香后来中间有来的是回香 回香也回家了 好 回家也回家了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哎 会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狗狗这样子都有照顾 那他最后都找到更爱他的家 对啊完成一个任务的感觉 对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是可能自己宗教性 我觉得说其实这种东西也就是像在累积功德在做善事啦 嗯 对啊就是反正有样陪伴 那另外是说 我发现我太太对于中途这些小狗他很有耐心跟 我觉得他很开心 我觉得我太太让我感受是他他很开心 那每次都是协会 他就跟我说 协会说要送狗狗的 我说你应该是答应的 我应该是被告知吧 我应该没有什么好拒绝的吧 他就说对啊你怎么知道 我说那就好了那就来啊 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 我说那我们时间上面是就来 那我会觉得嗯不错啦 就是还是我讲的 诶真的看狗狗相处是好玩的 而且你有不同的狗狗可以戳 哈哈哈哈 嗯对 嗯我觉得你你刚这些话让我听起来 你你好疼你老婆 你老婆很幸福欸 哦谢谢谢谢 就是什么都觉得他他受伤你会心疼啊 然后什么嗯他开心你也会觉得开心 然后就是比较忙 但是觉得这样子一家人也不错 我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反正反正就是都去看事情的正面 你你人生会比较开心 就这种东西就像说你在分析啊 一杯一个杯子里面撞磅杯水 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嗯对如果我们都是看正面的那就是很多很多负面的就就会远离 我也是相信类似吸引力法则你知道都是都是看正面的我也相信说啊 来的狗狗都会跟广美相处好广美都会照顾小狗狗就会看到这些事情这样子 嗯对那我讲一个比较好玩的那个时候应该是白豆吧来我们家其实白豆是爱吃东西的 白豆爱吃然后呢我们我们我们白豆当他吃完自己的饲料之后他想要去吃广美的那因为广美长大之后我们帮他买的饲料是有高度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白豆是吃不到的那广美就做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驚喜 那时候我看到就是我看白豆想吃吃不到广美就去咬他碗里面的饲料咬咬 把它咬的比较小一点然后吐到地上给白豆吃 你会这样子 真的真的他那个广美很特别广美不会不会不会护食 广美几乎不会护食 然后我就看他这样 不是想把他咬碎一点让他比较好吃吗 对对对我发现他他就看白豆想要吃吃不到 然后他就先放在嘴巴里面啊 他就帮他等于就是他把他因为他的饲料碗比较高度比较高 他就是先咬了以后咬了以后然后把它吐出来 我就看哇塞他就至少他跟他分享的意思啊 哇他完全母狗本能被鸡发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塞 因为我说你没有那好好可惜你结诈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想比较多 我就说那你就你既然没有已经结诈了 那就是有这些小鬼让你有这种当妈妈的感觉 发挥你的母爱 对对对就是这样 只是现在照顾这只就蛮好的 我反正反正这只就 现在我们这只中所狗叫小芝麻 我就看我就看广美跟小芝麻就比较有点像 呃有点会像姐妹炒酱或吃醋这样 反而不会像妈妈小朋友那种那种不一样啊 这个也是在观察 这是我觉得 所以他们每一只每一只小狗狗跟那个广美的关系 都不太一样很有趣就是 对而且我发现 之前我在看伯娘分享的 哎我发现哦真的 从广美对公的狗狗比较友善 嗯 他对茴香茴香是母的嘛 还有现在小芝麻也是母的 哦真的就 你说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有比较 玩的时候会稍微比较激烈一点 我觉得真的会耶 这个真的是天性 对对对就觉得啊 对对这个是男女就是比较相信 就异性他觉得是OK 然后可是同性他就 对比较竞争 对对对我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就就蛮好玩的 那你觉得养狗呃就是中途以后 你的小孩 嗯给你小孩带来怎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吗 刚刚你讲的比较是你们夫妻方面的吗 那小孩子有什么比较正面的地方吗 嗯当然第一个 有幼犬来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帮忙遛狗了吧 我觉得是第一个培养他们自己的责任心了 就是你当时答应我要幼 广美你们没有办法那么那么小的 你们就可以帮忙照顾啦 然后呢他们没事放学回来后 就会跟我们去聊一些哎狗狗怎么样或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多了很多可以跟小朋友们沟通的 共通的话题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在狗狗的一起慢慢的进步 我觉得一起观察 互相都会有成就感啦 应该是这样子讲 那 所以你们一家人照顾的狗狗后来找到家了 其实很看得也会很开心 对啊 所以其实其实我觉得讲到这个 毕竟小朋友现在一个小三一个小一 你要让他能够去照顾比他弱势的小生命 你除了幼犬之外 你没有什么机会啊 应该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其实也可以去学习怎么样照顾相对弱势的一些小生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一种生命教育啊 那当然我有时候也会好奇说 像爸爸妈妈这样一直带小狗狗回来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小狗狗 就是你们会有什么感觉啊 就是我们这样中途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那弟弟就很皮啊 弟弟的回答就先不考虑 他就觉得很好玩 他就这样子跟我讲而已 那哥哥反而就比较成熟 哥哥是跟我说 他觉得狗狗啊可以陪他玩之外啊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途的狗狗长大 看到他还会记得他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 他觉得他就会很有成就感 那我就问他说 啊如果忘掉咧 他说那忘掉了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觉得还是可以照顾其他的狗狗 一只两只不记得 总是会有记得他的啊 那我就会觉得说 哇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哥哥他 无形已经培养出 一种就是啊付出 其实我们不求回报 哦 对对对 那其实我以前也会跟朋友们去分享说 人家说你觉得教育小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重点就是学会两个 你会要学会爱跟感恩 所谓的爱就是你要懂得付出 那感恩感受感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其实透过你说 呃 养广美也好 或是透过中途的狗狗 我发现可以达到这种 无形当中 这种浅移默化的一种 这种观念 我觉得很特别 嗯 那我觉得当你 当你是一个学会爱跟感恩的人 那你未来在人生道路上 你也会吸引跟你同样磁场的人 你会走得更顺遂啊 这是我真的真的 我认为是这样 嗯 没错没错 就是刚才讲吸引力法则嘛 你如果是这样子做人 你就会比较吸引到比较多好事 那我最后想问光美的爸爸 就是一个问题就是 呃 你觉得啊 如果当初你遇到问题就放弃 然后就退养的话 对小孩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哦 简单来讲是你怎么做 其实小朋友都在看 就是当你 你看 因为我们讲实在 其实让让别顾的一个领养的程序 它其实是非常的周全的 第一个 你你决定要领养的时候 你要先写问卷 然后呢 会有志工帮你做电话访问 然后 如果这两个都OK了 还会有志工到你家里来看环境 那 这个中间其实都会隔个几天 才会到下一个程序 为什么 它要让你好好的想一想 你是不是已经真的做好了 你要去领养这一只狗狗 而且它其实该 你可能 就像我们刚前面所提的 它都会告诉你 你可能会遇到的事情 那如果这些 你已经知道了 你会遇到的困难 你也去想了 给你时间去考虑这些东西 代表你已经有一个完善的考量的时候 你决定要去做了 就真的遇到困难 你不去想怎么去调整 怎么去解决 你选择的逃避 因为其实退养 它就是一件逃避的一个决定 那很简单 那以后未来小朋友 他其实 他 他也会看着你做 那是不是代表说 有可能未来人身上 他遇到了一些挫折 他不知道 怎么样去寻求解决的方式 或是有变痛的方法 他可以选择逃避 因为爸爸妈妈 你们当初也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不好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我看到爸爸妈妈 你们逃避 我未来一定不要跟你们一样 我觉得这样不好 这样很差 那他们会反而变成说 我一定要做一个负责的人 那我们会这样乍听之下 会觉得说 哇那原来我退养的话 小朋友可能会培养 这种正面观念 也不用太高兴 其实我会觉得 爸爸妈妈你们既然遇到的事情 其实就会退缩 不负责任 就说我不要管了 我没有办法了 那我觉得 他未来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亲子关系在相处 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事情 小朋友不会完全的信服父母亲 对 因为就觉得说 你遇到困难 你也不是想办法解决 你就想办法逃避 那我遇到我的困难 我即使跟你讲也没有用 因为你会叫我自己去解决 因为你没有办法 而且会不尊敬他吧 对 就是他会没有办法尊敬长辈 对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因为毕竟你做这种事 可能他们像我讲实在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 现在是小三跟小一 有时候我刚讲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说 忙碌什么 说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或什么 就已经会开始念我 你不可以讲话不算话 我说我赶快修正 我赶快改 何况是退养 这毕竟所谓的退养就是说 这个生命他其实已经来到你们家 至少有相处过一阵子了 你都可以把他舍弃掉 那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 他或许当下不会觉得说 我不尊敬父母亲的 可是我觉得 在某种潜意识里面 或是他的一个深层的心理里面 他其实对父母的 reliability 就是他的一种信任度 一种依赖 对 他是打折扣的 多多少少的一定会的 那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怎么会有时候长大会觉得说 这小朋友 说话都说不听 或是他行为偏差的时候 你跟他讲 他也会说 你又不懂或什么的 或许你会觉得说 可能是因为 在他很小的时候 你就是在他面前做了这个退养 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我觉得 这种东西就很像我们常在讲 那种蝴蝶效应一样 你只是觉得说 我当下做不了退养 没差 小孩子小 不懂 其实他的内心深处 他都会记得 爸爸妈妈你当时做了这件事情 那不管怎么样 不好的发展 就是以后他遇到事情 就跟你一样 我就不要了 我就不管了 反正后面自然会有人去解决 那妈一个就是说 我就是不要跟你一样 可是他未来在跟你的相处 你的感觉是会紧张的 所以其实我还是觉得 身教大于言教 就是你怎么做 小朋友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他们不讲 不代表他们没在看 所以你要做好 那你 我一直觉得说 当你告诉他 他说信守承诺是很重要的 你实际上这样做 他也会跟 在未来他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种个性 因为我觉得这种 这种东西就是一种 家族家庭的门风 这就是说 对风气 对风气 你风气是这样 他们就会是这样 所以其实 真的小孩子真的是 跟一张白纸一样 就是大人在讲什么 他马上就是学起来 虽然你越长大 他会有自己的思考 但是在这个 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对小孩以后 一定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 尤其我们会讲 其实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到底什么时候 对小朋友来讲 你觉得他做决定 他可以自己做得到 我认为或许是 进入青春期之后 他们就会比较有想法 有时候父母叫什么 不会去听 可是他在青春期 形成的这些概念 是在什么时候 就要培养起来的 是在他们现在这个年纪 等于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前 你怎么做 他们会看在眼里 之后到青春期 开始整个发展 根基是现在就要培养 所以其实你现在 告诉他好的事情 像我常常会跟他们说 你不想别人对你做的事情 你就不要对人家做 己所不亦勿施于人 你应该先把你 该做的事情做完 你再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甚至是说 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既然是答应人家 要好好的养光美 我们就要把他养好 因为我们有答应人家 我们有照顾人家中途 我们就要顾好他 要注意他的安全 我觉得其实 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觉得养狗 让我觉得感恩的地方 其实对于小朋友的教育 你教他几个东西 就很简单 你要有正面的态度 我们狗狗当然会有 让你觉得好烦 或什么的 可是我们会讲说 其实我们要有正面的 他其实带给我们快乐更多 你学习看事情 往正面的去看 然后你要对他付出的是爱心 你也会学习感恩 那你也有耐心 那如果遇到 我们刚刚讲的 你遇到的问题 你就是想办法去找解决 你这样想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而不要去抱怨他 然后让我最感动 还是回来讲 就是哥哥跟我讲那个话 真的是让我觉得说 无形当中去培养他 付出不求回报这件事情 我其实在养广美之前 我根本不会去想到这么多 原来其实养狗狗 可以对小朋友的一种家庭教育 他其实是一种正面的 这会有一种正面的效应 可是要形成这个正面效应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父母亲自己 你还是要了解 所有东西就是说 当你从你答应了人家 当你让别顾说 我会好好照顾 从你们家出来的小朋友 你要能够坚持 这些优点 就会像葡萄一样一拉全部都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坚持的话 他也会变成一个很负面的 小朋友来说也会变成一个很负面的事情 这种事情就是一刀两刃 所以你在人生上做了什么样的选择 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风暴 就跟蝴蝶效应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 你做得好 小朋友就会往正面去做 你轻易的放弃了 你为了当下的一些 就想说不负责任 因为我觉得不负责任很简单 我不要了 我不养了 你们带回去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什么什么什么 当然除非你人生上 是真的遭遇到一些健康 或什么 那个没有话讲 那个就真的说 我们要为了 那个毛小孩 未来的人生好 我们需要帮他找更好的家人 OK 可是其实其他的事情 你要是能够 真的自己要能够克服 你只要做得好 我觉得家庭教育就是好 你的这个门峰 家庭的整个的门峰 就会持续下去 这是我的信念 应该是可以这样说 嗯 对 今天广美爸爸真的分享很多 我觉得也 嗯 很受用 然后也希望 嗯 为人父母的啊 然后来领养狗的话 真的要好好的听一听 我知道放弃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 说退养 然后你就马上解决你眼前的困难 是 但是要想想说 这个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 未来 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影响 那我一直觉得领养这件事啊 是真的没有人 逼任何人来养 然后狗也没有要你要来领养它 所以在如果你对自己没有把握啊 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 呃 很多的事情 呃 决定很多的事情 就是常常会更改的人 我会真的建议你要养宠物之前 真的要三十再三十 就是你何苦去做领养这个动作呢 然后退养 伤害动物伤害人也更重 更严重的是让你的孩子可能 以后也变成一个很轻易放弃的人 或者是不尊重生命的人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光美爸爸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也希望这一集的内容 让所有当父母的人都可以 好好的再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那光美爸爸谢谢咯 谢谢 谢谢 晚安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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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更加的幸福